天晴山内 小云大哥 我们到了 这么多飞船 不愧是方圆千里第一车 可是 他们为什么都停在这里不走呢 放肆 哪里来的家伙 你知道天涯城的规矩吗 抱歉 在下出道宝地 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原来是个没见过市面的毛头小子 兔包子进城 得好好调教调教 没看到其他人都在排队吗 只有斗黄以上的强者 方有资格优先进入 你嘛 不想排队也行 除非 除非 除非什么 斗黄 斗 斗 斗 你们维修还需要几日时间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在空间门修好之后 我定会第一时间告知 其为朋友可以先在城中暂时住几日 另外 我家老祖最近正在广妖斗宗强者 打算联手维修空间宠斗 事后定有极为丰富的回报 阁下若是有兴趣 我说你们还要脑脑脑脑到什么时候呀 我都饿了 我们还是先去城里补几些物资吧 嗯 来 瞧一瞧 瞧一看啊 这怎么来了 校园 空间城洞暂时关闭 我们怎么办 先休息一夜 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 再去城中心坎坷 诶 快看快看 诶 快过来瞧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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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好东西啊 诶 诶 诶 救命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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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竟敢得罪这小魔王 这没到大霉 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 谁遇见她谁倒霉 混蛋 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声 待你家长辈略做教训而已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教训我 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 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 若是识相 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 你再敢骂一句 她不闪你 我来 你 你敢打我 你这个决人 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 好样的 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饼了 可不是吗 长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 不知道做了多少年 罗家 小元大哥 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 罗家老祖实力 约莫在五星斗宗 前 前日 我弟要我爷爷 将你的手指 给你真的剁下来 那是那老祖 惊性竟如此恶毒 恩 几位如此行进 真不将我罗家放在你身中啊 这 真不将我罗家放在你身中啊 真不将我罗家放在你身中啊 爷爷 那是老祖 居然亲自来了 爷爷 他们欺负孙女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敢在天涯城 对我罗家之人出手 胆子争不想我 谁啊 到底给你们罗家 会交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 原来这做长辈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斗宗强者 一个小小的罗家 和交出来的孙女 竟然比我还掉满 斗黄 这么个小丫头 竟然也是斗黄 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 此女子的实力 绝不在我之下 若是强行教授 怕是得不偿失 而且如今空间重动 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 好 即位 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 你们先将小药带回去 爷爷 我快走 一定很狠的 大人不去 是 爷爷 小姐 爷爷 走吧 太阳的西人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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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姑娘 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 几位朋友 此次到天涯城来 应该是为了空间重动吧 空间重动这次的问题不小 需要几位斗宗共同修复 所以想请这位姑娘出手相助 报仇呢 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竟然是这斗宏小子 空间重动一旦修复完成 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 想必就不需此行了 几位 要知道这方圆千里之地 可再无第二个空间重动 罢了罢了 若是这位小姐能够助我修复空间重动 老夫便赠予你们一枚七阶魔盒 谁呀 不知 是否有七阶天独蝎龙兽的魔盒 天独蝎龙兽 乃是远古异兽 极为罕见 七阶天独蝎龙兽魔盒 着实没有 不过我罗家倒是有一枚六阶的 不知是否可行 虽说并未达到我们的要求 不过这六阶魔盒倒是也能接受 有了这六阶魔盒 就相当于多了一条退路 再不计也能作为一种保留手段 请跟我来吧 有了这位小姐相助 想必今日之内并将重动恢复 各位 这里便是控制空间重动的阵法平台 果然是大手笔 这两位是韩氏二毛 在周遭千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老夫专门邀请来帮忙修复空间重动的 二老 这几位小友也是老夫请来的帮手 帮手 就这么几个年轻小辈 两个在道宗初期的人说起话来如此狂妄 这是玛丽来的小娃娃如此不招待 去看看吧 若是能够修复的话也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 你 此女竟然也是斗宗强者 二位 稍安勿躁 多一分力量 修复重动就越轻松 随我来吧 我等将空间之力注入法阵 中间切记不可松懈 否则修复不成不说 甚至还可能造成极大的灾难 我二人自然没有问题 就是一些年轻人 怕是要拖后腿 好了 三位还请助我 诶 诸位 加大注入 华城 这该死的空间虫洞还要多久才能修好 二老 再坚持片刻 把这很快就完成了 切记不可随心 再 再坚持下去 老子快吃不消了 大哥 再继续下去 恐怕会伤及本源 华城这点酬劳 还犯不着让我们付出这么大代价 你我减小数出 保全自身 二位 这是何意 老神中 我兄弟二人实在你们可知这罚阵事情平衡 再坚持对手 我 你 我 的 你 啊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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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我的手 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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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救命 这次多亏了姑娘 这份人情 我罗承记住了 萧嫣小友 这是老夫所承诺的报酬 还请诸位收下这艘空间船 此船可在冲动中平稳穿梭 船内还有不少药材 就全当谢礼送给你们吧 多谢卢老先生 那我等便出发了 那么向着中舟出发 换我来吧 我们进入空间船洞 多少天了 十六天了 再有几日时间 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多谢了 控制恶难毒体的所需之物 算是被齐了 但我担心 六阶天毒蜥龙兽的魔侯 难以达到最完美的取毒效果 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要找到七阶魔盒才行 你决定便是 我这朋友 还真是静止静止的啊 怎么回事啊 空间路径被破坏 形成了空间风暴了 你们有办法过去吗 除非是道尊强者 否则 难以再空间宫暴中靠伤 快点小心 快点小心 空间风暴后面 是否就是冲动出口 没错 只要我们能强行冲过去 就能离开这个空间冲动 可是 没有斗空强者 根本无法冲出空间风暴 不拼你吧 怎能知道会不会成功 小医生 你护住船身 我来控制速度 好 紫妍新来 抓紧了 别松手 小医生 撑不了多久 必须几个冲出去 小心 小医生 你怎么样 我没事 紫妍 紫妍 快用空间之力 这小丫头的身体 竟然还藏着这么恐怖的能量 紫妍 没事吧 放心 只是有一点虚弱 出口就在前面 出去了就好了 怎么回事 说是被这风暴拖回去 一定会逃生的可能 紫妍 你先顶励我 下船去推 一定要小心 若是情况不对 就赶快回来 咱们先雷道 给我铁 小医生 小废大叔 正在你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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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儿 小妍 小妍 小妍呢 她怎么没出来 我就把她带出来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空间虫 Joy 充搅那么严重 你们看 这是空间符纹 符纹 符纹 treble 灭 代表通道没了生命迹象 若闪烁 则说明有人从里面出来了 从我们出来到现在 符文一共闪烁了两次 所以很可能 这次从里面出来的 就是萧炎大哥 那他人呢 可能被随机传送到 中州的某个地方 我去找他 中州地域辽阔 我们不知道 他具体在哪儿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找到他 这里边听得通过 然后他可以有这种 发声音乐 下部闪烁 感谢观看